他要擋台腳就好 他說要擋這裡 他說台頂不是隨便可以騎的 所以他要擋這裡 沒數很好擋 好 你也下來 不要讓我腹背受敵 各位親愛的弟兄姊妹們 大家平安 平安 大家高早 九點半的主會 我希望等下我如果說話 不能有人聽到都睡著了 這個長老會是有歷史的教會 上個禮拜我在花壇的長老會 我想成長所在 結果一看 哇 這麼漂亮的禮拜堂 今天來煙火教會也是 看到說哇 這個教會也是很漂亮的 所以你們很幸福 在這麼好的地方在煮火 台北 尤其是台北 哇 很多教會都在地下室 不然在大樓裡面 我會很悶悶 然後我很喜歡挑高的空間 如果很壓迫的地方 我會不舒服 所以大家要珍惜這個地方 要常常來這裡 享受上帝的恩典 我跟長老會的淵源就是 我年輕的時候我在南台中 我在信義會的基督堂 在那裡聚會 旁邊有兩個教會 一個是晋信會的恩光堂 一個就是中校路長老會 那個現在王牧師 退休的王牧師那教會 我的同學羅隆斌的教會 羅隆斌現在是李春生紀念教會的牧師 那個時候我在信義會聚會 有一次我好奇 我就去長老會去看看 一個立場才怕到 那聖歌對他唱歌很好聽的 那個時候真的是我很震撼 所以我後來回去跟教會的牧師說 我們也要來唱四部的 我們也要來唱四部 結果就主席當中開始 告會再去想辦法 大家去讀黑道 五線譜 這也造成了我後來 在演藝圈 我有一個香音四重場 我可以看五線譜 台灣的演藝圈 會看五線譜的鳳毛麟角太少了 我們算是因為教會的栽培 所以我們在音樂上 也比一般的人要強 所以希望朋友們 在永福教會要好好的聚會 珍惜這個地方 我要先做一個調查 我們做一個民意調查 真正把我請給他唱 真正把我 愛多謝 真不行 驚笑的都誤會 哎呀 都這樣 髮蒼蒼勢茫 這個人生過得很快 這個認識我的 也都是上年紀的 那個大概四十歲以下的 都不知道鄧某人是幹什麼的 是吧 這個這個 不過呢 也有很多教會 這個 對我也是很歡迎 我常常去教會做見證 到了門口 我告訴你 有一次去嘉義的聖教會 不得了了 鋪上紅地毯 整個教會的人在門口迎接 歡迎歡迎 國寶來啊 國寶啊 鄧老師是國寶 把我給嚇的 一下騎乘車還要走紅毯 我說你們也太隆重 紅毯不拒絕啦 因為紅毯一輩子也走不到幾次 對吧 但是你們不要叫我國寶啊 不可以叫國寶 叫國寶 那個派給丟 是怎樣 叫國寶都死得著啊 天啊 海角7號 電影有看嗎 裡面有一個說 那個台宿就是 我國寶耶 大片那個 莫白啊 喔 那本來的好鴨人 芒家的好鴨人 沒台沒錢 他其實過得很悠閒的日子 就在大樹底下 下下棋 談談琴 聊聊天 他就過那樣的日子 喝喝茶 忽然有一天魏德聖 就找他去拍電影 砰一下海角7號 紅起來了 這金馬獎還得獎 那好像是最佳新人還是什麼 我忘了 反正他就是很出風頭了 然後 他覺得掌聲很迷人 那爬聲很賣人 主義當中開氣 就在拍電影 拍戲 你啦拍 麵也拍 無所不知一直拍 拍到樓尾 撤起來了 猝死 心機梗塞 要不然就是腦幹 有中風了 所以 不要叫國寶 叫國寶 都死得著 千萬不要 他說 好啦 那就不叫你國寶吧 叫大師 我說也不要 叫大師 大事不妙 不行 李國修 現在在天上了 所以叫鄧弟兄就好了 村的 那都是空虛的 那都是 射干人 給你鞍上的頭銜 那個不重要 最重要的 你要做什麼 上帝的兒女 你要做上帝的兒女 你要當基督徒 你身上 要有他的印記 保羅說 從今以後人都不要干擾我 因為我身上戴著 耶穌的印記 所以 我們 最重要的 一定要做上帝的兒女 好好的做他的兒女 你不會吃虧的 在之前 我曾經看過一個報导 哇 那一個牧師 女的 他說 新牙所得到很多好處 你們應該都看過這個報导 網路上還是怎麼樣 有一個牧師 新牙所得到選酒 天蚌打開選酒 腳踏板扁起來選酒 如果教義這樣說 我十個秋季都要有選酒 結果跟今 信牙所十二歲 生禮跟今 還不拔的選酒 不是的 新耶穌不是得鑽石 絕對不是 絕對不是 今天你如果頭一齣出來 再告訴你 信牙所什麼好處 教義說 信牙所沒什麼好處 信牙所唯一的好處 我四十年來演戲 我生禮跟今 這麼多年過 總結論 信耶穌 得什麼最大的好處 你知道嗎 得智慧啊 我們基督徒是全世界最聰明的一群人 因為災難來的時候 我們知道怎麼解決 你跟你的家人處不好的時候 你知道怎麼解決 你在職場上不好的時候 你知道怎麼解決 你在球場上打不好的時候 你知道怎麼解決 你考試如果考得不好的時候 你會知道怎麼解決 因為你有上帝 你有主耶穌的同在 所以我們最大的好處是得智慧 所以在這個2018年最後的一個主日 我來這裡跟大家分享 無非只是想告訴你說 要給各位 要給各位 苦口婆心 在此處給各位說 信牙所得到的是什麼 最大的好處 地位 智慧 你是以恩典作為年歲的冠冕 哎呀 這個路径滴滿了 滴滿 然後 小山歡樂樹腰 草場羊群唯一 五谷豐收 所有的聲音 都是歡唱的聲音 2018年 我不知道你過得怎麼樣 我不曉得你的光景怎麼樣 但是回到主耶穌的面前 你會去數算他的恩典 神與你同在 你在往後的日子 必定要蒙福 要得到他的祝福 那麼 這個 在詩篇的九十篇 那也是我人生的一個寫照 我們大家的寫照 因為 神人摩西的禱告第九十篇 那裡講說 人的一生可以怎麼樣 到七十 如果比較勇敢 為什麼 八十 哎呀 但是下面寫得很消極說 其中所精化的 不過是勞苦愁煩 轉眼成空 哇 你們基督徒 都讀這麼 這麼慰勵的文章 都讀這麼慰勵的 你說這是上帝的 讓你教材 後面跟我們說什麼 今天有讀到了 哇 求主讓我們怎麼樣 懂得如何 數算我們的日子 好叫我們得著 智慧的心 所以智慧非常的重要 智慧 可以解決一切的困難 當然這個智慧是 上帝給的智慧 而不是你爸媽說 他給你很好的遺傳 他給你很好的DNA 很好的基因 那個當然也是很重要的部分 但是更重要的 你要信耶穌 得他所賞賜你的智慧 四十年來 還有在演藝圈的奮鬥 在我人生的過程裡面 我信耶穌的過程裡面 我最高興的 就是我得到了智慧 各位 我再問一個問題 你們覺得我生了什麼樣 我在紅的臉什麼樣 要說實際話 這樣 有說演藝圈的嗎 好 我早就已經調查過了 中華這四個 最快有性情三個體的這間教會 竟然公開說跟我說白菜 我怎麼可能演藝圈 我一點都不好看 不是很好看的 我長的是一張普通臉 大眾臉 真正好看的是金城武 劉德華 就是這些人 我們長得太普通了 但是我這個樣子 要到演藝圈 那是非常困難的 四十年過去了 我告訴你 我還在演藝圈 那是為什麼 是因為上帝給我指揮 我要沒指揮 那一天都不能混 我一到演藝圈 我是 再調查一下 認識香音四重唱的舉手 那就更老了 哎呀 這是唐朝的事情 我1978年 逐香音四重唱 進演藝圈 我為什麼要到演藝圈 其實我的第一志願 不是要當演藝圈的 我讀的是電影 沒有錯 但是呢 我從來沒有想過 我要在幕前 我喜歡當導演 因為我知道我長得不好看 那秦漢秦祥林 我們怎麼去跟他拼啊 我們當導演 還可以罵他們 導演可以罵人 結果 我年輕的時候 我是要當傳道人 我想當的是牧師 因為在唐宗隆牧師 第一次來台灣步道 就是在台中的 台中女中的禮堂 做培林步道大會 那時候我正好要考大學 我在台中二中我準備考大學 读書讀得昏天黑地的 我記得我考大學 後來的那三個月 沒有上床睡覺過 都是在書桌前 就趴著就睡 醒了就念 就是這樣 媽媽說 讀書讀得這麼辛苦 去放鬆一下 那個唐牧師聽說 講道講得不錯 我們就去聽聽 那天我們就去了 那天下午是對青年的步道 對青年人步道 他步道講什麼題目呢 就是希望年輕人 全時間服侍 奉獻自己給上帝 然後去做全時間的傳道 莊家已經發白了 要收的莊家多 做工的人少 你們要不要做主的工人 每天他講的大概就是這樣 哎呀我聽著聽著 聽著聽著 真感動 哇路尾那個唐牧師的 在台中說 要奉獻的 要現身的 要做上帝的工的 來把我站出來 來偷情 我要祝福給你們祈禱 哎呀我聽了 也是淚流滿面 我就起身也跟著 就往前走了 好我媽媽在後面 就把阿嬌了 哎呦兒兒回來回來 回來 他就拉著我 哎呀 你這是跟上帝打客用的 這三音樂就不反悔了 你再考慮一下 你再考慮一下 我說媽媽 沒有考慮 我就拚到頭前了 這麼多年過期了 好家債我沒有做勞書 上帝印象不一樣 他的帶領不一樣 那是因為我在家是長子 我當兵回來之後 我家經濟上有困難 我爸爸丟掉了他的工作 媽媽又是個家庭主婦 所以我必須要去賺錢 賺錢想法 那個時候很簡單 來去唱歌 做歌唱歌 比較容易賺錢 所以我再去做一個四點唱 四點唱的基礎就是 你還要去看黑頭 那個歌四部 我唱first ten 唱最明定 好家債我們來看 四人唱歌 相衣送唱很快 很快就得到名聲 很快的受到觀眾的歡迎 因為我們唱得真的很好 然後我跟我弟弟鄧之浩 還有另外兩個朋友 一個天雲歌聲的 一個是藝專的高材生 我們四個人就唱得很好 但是六年以後就結束了 因為我弟弟就 這個當主唱的人不唱了 就走了 這個幹嘛呢 談戀愛去啦 所以再怎麼偉大的合唱團 一旦女人介入 就是她滅亡的時候 所以合唱團就結束了 四點唱就拜拜 奧主 奧主之後 我繼續留在演藝街 我要做什麼 我要來做主旗林 這不能唱我 做主旗總是可以吧 主持人看起來也很了不起 看專長 這樣大家都看她 人家就跟她說了 你如果要做主旗林 台語有中國人 國語有李敏蘭 李敏蘭知道吧 我就去找她 我就找李敏蘭 然後叫什麼名字 鄧志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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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會紅 不會紅 第一句話就是不會紅 不會紅 你這個名字 一看就是當老師的嘛 你去國中當代課老師 他們現在缺老師 你不要來當主持人 你不行你不行 我心裡想 你還真看不起人 我當老師還不能當正式的 還當代課的 是吧 看人家缺乏的 結果 這個這個 我說那這樣子嘛 鄧志宏名字不行的話 大哥 幫我取個藝名嘛 藝人要有藝名 你拜託你給我付一下名 像張飛啊那些 都藝給名 很老人給名 哎呦 人家叫張飛 那你能叫什麼 你能叫劉備 我現在打出了一個 蹦車車 沒力氣 叫子魯伯 不行 鐵通 好啊 沒關係 所以我沒有藝名 我就用鄧志宏 我就用我的本名 所以 一支草一支路 兄弟 讓我們什麼 地毀嘛 上帝給智慧 對 所以我在演藝圈可以待下來 那 我的智慧 我告訴你 人家 漲價是怎麼漲價 藝人漲價 那身材如果要更高 用什麼辦法 打電視嘛 電視收視率如果好 你身材就起來 不然你就唱歌 歌如果紅 你身材就不一樣 主持人要怎麼 要怎麼 我如果要騎到 尼敏南 張飛的那個地位 或是要騎地鼓梁那個地位 唉唷 很困難 很困難 主持人是最難的一個行業 我們劉芬達弟兄 今天要失會 緊張得不得了 這兩三天 老是電話騷擾 欸 弟兄啊 這我不會輸會 這不知道要怎麼 別緊張嘛 你教給上帝了 對吧 這個不要緊張 但是當主持人真的很困難 想要憑著主持人 去把身材翻上來的話 難上加難 我記得那個叫做 既期待又怕受傷害 我頭一處騎去寒天 我在台北有一個寒天 叫做獅子林 就西陵南路那邊 在台北當時呢 是80年90年代的話 你要騎太陽神雅中飛 或是東翁雅中飛 這兩間 如果來台中 你要騎連美寒天 在時內 高雄 拿補酒 台南寒天 村的都是 沒中藥的 我去獅子林歌廳 我也去獅子林 那後來尼敏然跟我講 好啦 看你這麼喜歡 那我就帶你到歌廳去一下吧 你就跟著我一個月 一個月以後你就放生 就放生 自己想辦法 那一個月 陳蓬尼敏然的厚愛 跟老闆講說 有一個年輕的還不錯 你用用看 去獅子林大歌廳 我們去做主持人 哎呀 頭一天上班 非常興奮 上台 結果第一天上班 第一天就出事 頭一場 會到場 歌廳三場 會到一場 還不是兩場 頭一場我起床了 哎呦 一個步步就出事了 歡迎觀眾朋友 光臨 大歌廳 晚上這樣不知道 結果我跟他們報醒 歡迎觀眾公臨 山仔大歌廳 哇 不得了 山仔跟山仔差很多 好 那後台主臨 在冰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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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叫到沒有一場好的 哎 你知道山仔是多難聽嗎 男朋友 如果生山仔是怎樣 你知道嗎 尼米蘭在旁邊就幫我求情 頭一天上班 大姑娘上花轎 沒有不緊張的 我第一天就差一點砍頭了 那個一天是一千五百塊錢 一個禮拜賺一萬零五百塊 再扣税 大概剩不到一萬塊 但是不是每天有啊 如果每天有還可以 是你這個禮拜做完 下禮拜去哪裡不知道 所以我在80年代 我常常一覺醒來 我就要 我就要跟我媽媽 好意騙 說媽媽 因為我都睡到差不多中午啊 起來之後 扒了一口飯 然後就跟媽媽說 我要去跟人談Case 要去跟人說節目 然後我就出去了 哪有跟人說Case 都不可能的事情 我那時候在台北溫州街租房子 就在師大那附近有沒有 溫州街過去和平東路師範大學 那裡面有很多那個表框的 那個清田街那裡面 有很多那個幫人家表畫表框的 然後呢他就擺了一副茶在那裡 然後你就可以進去跟老闆聊天 我就在那混 去喝人家白喝人家茶 你說到咖啡廳坐一下 還身上還沒錢 就那個樣子 所以在演藝圈想要當主持人 翻身拿好價錢 非常困難 但是上帝給我們智慧 我們就是一步一步來 我告訴你 我剛才給你 我補不去那邊抬頭 對吧 裸位 我補不去 我就W 我真的W 有一次葉齊田 K店 搭K店 補得K店 補得K店 哇 從五年到我兩個主持 搭K店 我那時候因為在電視 百戰百勝稍微有點名號 我已經慢慢的可以站得住 但是身價 我那時候一天三千塊 從一千五變三千 我先說我怎麼變三千 我在太陽城 有一天尼敏仁打電話給我 欸 上太陽城 哇 那是1984年的夏天 天啊 終於機會來了嘛 上太陽城 我就不是甩牙哪了 來上太陽城 很興奮耶 那天誰的秀 青蛙王子 高凌峰 哇 穿得抓不到 專長寶販那種的 然後去排演 然後呢 我就看著那幾個巨星 哇 尼敏仁 然後高凌峰 然後這個什麼 蘭玉莉 哇 哇 然後我坐在那邊 坐了一個晚上 從十二點去排演 到天亮 都沒有叫我要幹嘛呢 都沒有人理我 然後我想說 那這樣尼敏仁應該會給我一點台詞 讓我可以在台上用一用嘛 我們主持人很慘 沒有人會幫你去編台詞 你要自己想辦法 那我那時候心裡想 這麼大的場合 這麼重要的場合 你大哥總得給我兩三句可以用吧 是吧 天亮了 走 我帶你吃早點喝豆漿 永和豆漿 大哥還請我吃永和豆漿 坐著他的車到了那兒 一邊喝著豆漿一直看著他 他也不看我 我說最後忍不住 大哥 晚上 那個跟高齡峰那一段 那個詞兒 喔 沒詞兒 沒詞兒 自己想 自己想 對 我跟你講 我講國語 另外一個叫行風 講台語 你 我說那我講英語 我說英語 你還要說英語 你用國語風笑 用台語風笑就很困難了 我是本到英語 你老師的英語 好 你啊 英文怎麼弄給人家笑呢 喔 我那天回到家 走過來走過去 想說今天晚上好不容易 要上太陽城 欸 我要講英文耶 上帝給我們智慧 在我們的經歷裡面 還好在四星讀書的時候 也算蠻用功的 總有讀一些莎士比亞的劇本 總有讀一些看看能不能有好用的 那一整天真的是坐立難安 最後到了太陽城 終於要上場了 八點鐘的時候 那個巨星叫高林峰的 哎呀 走進來了 有一個叫鄧志宏的誰啊 我說大哥是我 聽說你跟我台上有talk 我說是 那台上講什麼 我說我想了一點東西 不知道行不行 我說那你講給我聽 我就把我想好的講給聽 他聽完的時候 嗯 不錯 不錯 拍拍我肩膀 不錯 等一下 台上就這樣 不要緊張 有我在 高林峰不錯 真的是個大哥 他沒有說 你是菜鳥 那別上了 以防萬一免得你出球 他不是 他說 有我在 你別怕 我告訴你 哎呀 那天晚上暴目 薄薄 我用演繹 Ladies and gentlemen Tonight Sunshine City publicly presents the superstar King of the flock Mr.高林峰 抱一下就吹下去 噢 冰冰冰冰冰 如果你是一隻火鳥 他就衝出去了 哎呀 不得了啊 我用英文報幕 我用演繹報 中概talk 我最大聲起立 我也是跟他講演繹 結果你知道嗎 講一句有人笑 講一句有人就笑 講一句有人就笑 哇 那天晚上不得了 李敏然在幕的旁邊偷看 當我下來的時候 他就打我的後腦勺 三字經 哦 他是三字經 五字經 七字經 然後就打我後腦勺 哦 我跟你講 這個 對不對 一點都不難嘛 不要緊張嘛 很好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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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很好很好很好 我告訴你 接下來發生一個事 那個太陽城的老闆就找我了 我看你 你什麼學歷 試行電影 哦 電影哦 我看你跟別的藝人不太一樣 啊 哪裡不一樣 你書讀了一點啊 我說還好啦 還好啦 這樣吧 你跟我簽合約 合約 你跟我簽合約 半年 半年耶 我本來 你知道我上太陽城只有三天 為什麼只有三天 它是十天的表演 高檸檬十天 十天 為什麼我三天而已 因為 頭前呢 小亮哥無言 你會講 它是五六日 再加一個禮拜 那那個五六日 我就代班 然後後面 小亮哥回來 他就再接手 小亮哥不用回來啦 你不錯 我就十天都是我啦 哦 十天都是我 然後他就說 我跟你簽約半年 你每天都來太陽城 我前半段都交給你 後面那些大哥大 看得起你的 或者說我也會交代他們 你跟著學 哇 那一千五遍多少 三千 三千乘以三十九萬耶 九萬呢 一九八四年 一個月九萬 你會不會暈船呢 哇 好多錢 哎呦哎呀天啊 然後我就回去跟 跟 他是在中場休息找我嘛 我去跟你們講說 大哥 老闆說 他又三十斤 又大我 打後腦掌 你什麼東西啊 你還不趕快牽回他 在他沒有後悔之間 趕快去牽 趕快去牽 你什麼東西啊 你一個月拿九萬 OK 趕快去牽 這是智慧 這是智慧 那我三千跳六千怎麼跳的 我告訴你 夜池田 開電啊 康洪 黃西田又不行了 我就是 低高亮 康洪 黃西田我 那兩個 也是在下降 開電啊 也是十天的動機 哇 我這歲起立 人家都用台語來報報嘛 開電啊 你不要可能用北宗議員 一定台語的嘛 結果我講不講 我跟那個打鼓的說 你練過 滾滾長江 東流水 浪花淘盡英雄 是非成敗 轉頭空 江山依舊在 夜池田稱雄 波浪花淘盡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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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愛的 買人的 會笑容 從現在開始補不容易 我就 都不用把人補不 康洪黃西田不用回來了 我又把他們幹掉 然後 然後 他帶我到全省去巡迴 都跟人家講 店家六千 老闆說 沒有啦 他怎麼可能拿六千 他四千五千 我會出力啦 六千我怎麼可能 他本來三千而已 他這樣 結果開電啊 如果沒有店家做主席 補不補 不好意思 我又不想唱 他主秀一樣 唱不想唱 老闆要來抖一條 好好好 我就是六千這樣來啦 上帝給我們智慧 我六千再跳一分鐘一萬塊 怎麼跳的 我告訴你 政治模仿秀啦 政治模仿 政治模仿怎麼來 你知道嗎 很粗糙耶 江輝 菲玉清 蔡秦 這種大牌 常常都在關中 都不符 後面如果不符 我們代表主持人 不能休息 結果 阿弟就一直拿字條起來 工費還不夠 請你再拖十分鐘 女兒 我就再拖十分鐘 是怎麼拖啦 目數比較簡單嘛 聖經越爛 我剛才拖到的 大家拖到的 拖到的 拖到的 我蓋水 時間很好過 好 我們在台上要讓人笑 要讓人開心 那都開錢的 有一次賀伊航 我看 他拖四十分鐘了 他已經拖四十分鐘了 路面沒辦法 放在台上說 我沒辦法了 喝 放流 喝一個水 後面工費還不夠 四十分鐘了 沒辦法了 後來 我們也常常碰到這個問題 胡瓜就說 你 小燈啊 想個辦法 這樣不是 這樣不行耶 我們十八班武藝通通都上了 他們還不到 我們難不成要跳火圈吞火球嗎 對不對 想個辦法 想個辦法 這個別人不會我們會的 於是一語驚行夢中人 我開始做政治模仿 在八零年代的末期 開始 學余國華開始的 余國華 陰陽港 陳水扁 尤其是學陳水扁 那不得了 小小一個立委 被我學得紅得要命 後來上電視 哎呀 他也紅 我也紅 所以我變成上計程車不要錢 十部計程車五部不要錢 五台不用錢 拍攝給我輪車 然後身價砰一下子上去了 最高紀錄一分鐘一萬塊 二十分鐘二十萬 這樣是我說多久了 稍微看一下 告發緊一傳都好 一分鐘一萬 第二十一分鐘我沒用 抱歉 我要關上 抱歉 老闆我給你二十分鐘而已 我算我看他去你 二十分鐘 別人我十分鐘我就要來走 哇 穿得來不掉 我去電台 去去去去 現在主持人就說 等一下電影要關上 你們這裡有人要載一下嗎 等下下半時間要台北市 我弄完節目一下去 九台計程車在等我 天哪 九台 高台 坐我的坐我的坐我的 我到底要坐多坐的 唉唷 要逛一個年輕的 我說不好意思 老闆有空 逛這個年輕的 比較窮 比較死 我就做他的 四百幾塊 坐到那裡也半個不給我拿 我說你也幫幫忙 沒有拿一半 幽子也 不用啦 那時候最流行 叫孫冬寶牛排 就有啦 那時候最流行 叫孫冬寶牛排 我就是這樣過來的 各位 揮過頭來看 唉呀 很好嘛 對不對 在演藝圈 我有一張大眾臉 我告訴你 我這張臉很普通 化妝術 化妝 化我這個臉 想化誰都方便 我要長得太帥了 反而不能化 你一臉就劉德華 那怎麼化嘛 對不對 劉德華就劉德華 金層舞就金層舞了 你蹦恰恰也糟了 你長得太醜 對吧 你想化成普通 也不行 所以我這個臉剛剛好化 化沉水扁就是沉水扁 對吧 化這個什麼王劍軒就是王劍 化李瑶就是李瑶 水衣都不定打 上帝給我們每一個人 都有一張獨一無二的臉 在這個世界上 沒有其他一張臉更適合你 生命是不會錯誤的 上帝給的不會錯誤的 所以 在演藝圈 我告訴你 臉上說 四步一沒有 但是臉上說四步一沒有 做總統就很簡單 小英的都做不好 就都不想來問我 問我總統的改冠了 四步一沒有聽得好 不抽煙不喝酒 不打牌不熬夜 沒有性生活 這樣好不好 他跟他們當然沒有性生活 對吧 半身不隨 問題是這樣活著幹什麼 活著就是嫌疾 嫌疾嫌多啦 錢就進來啦 錢進來太多我就進去啦 這是政治模仿嘛 對不對 這是上帝給聰明智慧耶 我在搞政治模仿的時候 有檢查制度 他們都要看我的劇本 這句不行說 紅筆跟你說掉 這句不行 吐掉 這句 這句定答不行 我跟你講 那個劇本送到上面編審那裡 下來都是紅字一條一條的 你就要想辦法補啊 時間給你五分鐘 刪掉了快一半 那你時間不夠啊 所以我們要用智慧去補那個空 我在有檢查制度之下 還讓觀眾能發酵 我告訴你 不是我特別聰明 我是小小讀一點書 但是上帝給我聰明智慧 讓我怎麼運用 然後我在演藝圈 我也不搞七年三 我也不 對不對 所以我的身體 還算不錯 為什麼 因為我們的身體是上帝的墊 主耶穌住在我們裡面 約翰福音最常講的 你在我裡面 我也在你裡面 有主同在 身體不可以隨便毀壞的 不可以 我反對女生去做什麼醫美 那都是不對的 韓劇我不看 都是假人在演 那都是假人 有什麼好看的 只有媽媽是正常的 其他都不正常 所以 上帝給的 都是最寶貴的 媽媽爸爸 給的最寶貴的 不要隨便去動它 不可以的 所以我們做上帝的兒女 上帝會祝福你 只要你信靠他 說起來是很玄的事情 但是真的是這樣 真的是這樣 我也有思議的時候 我後來去學富裕 我想說 沒有一個像樣的case 沒有一個 現在電視 不要看真正的表演 台灣的電視是很墮落的 以前那些藍的綠的在吵架 還吵真的 現在都是吵假的 他們吵完就出去喝酒了 真的我不騙你 我不好意思把那裡面的黑幕 真的告訴你 那電視上看什麼 吳宗憲 沈玉玲 那都是 那都不是正常的東西 真正會表演的 都在家閒著 都在家閒著 真的我不騙你 我沒有騙你 有本書的台灣藝人 都在家裡 都在校館 以前賺到有收起來 好得知 如果沒有收起來 改了 我們還好 我們沒有花田酒地 在演藝圈 我從來不搞三年事 他們要到酒廊 他們晚上要去怎麼樣 我都對不起 敬穴不鳴 實在那是兄弟包檔 不去不行 要給人家一點面子 那就去吧 胡瓜他們後來都了解 盡量 映儿如果要去做什麼 他就跟小郎說 映儿不要叫電話去 他有一個寡口你都不知道 什麼寡口 他是兄弟的狗 所以 我都不會找我去的 我現在身體還不錯 然後我快七十 我一個禮拜上三次籃球場 我還可以打全場的 還可以推船快攻 我三分線有時候 三分線有時候 準到自己會嚇一跳的那種 我怎麼一出手就近了 所以 所以 上帝 祝福我們 我們 會有很好的身體 會有很好的智慧 你看 路加福音描寫耶穌的童年 這個聖誕節足最多的 就是路加福音第二章 對不對 前面講在伯利恒的野地裡 什麼等等等等 最後講耶穌的童年 然後最後說 耶穌的智慧和聲量 比上帝和人喜愛他的心 怎麼樣 都一起增長 我們有智慧 聲量我大概沒辦法再長高了 但是我身體 耶穌的智慧和聲量 比上帝和人喜愛他的心 兄弟有欢迎你嗎 有感恩你嗎 你心裡的人有樂意 跟你討論嗎 很重要 很重要 這要求上帝和聲量 這要求上帝和人喜愛他的 這要求上帝和人喜愛的 道理道領助援 所以我們在作為基督徒的這一條路上 其實我爸爸是不喜歡我們搞什麼表演的啦 我爸爸他做頭到尾就反對 哎呀 我那時候在讀電影 我一個弟弟鄧志浩 在沒唱歌之前他畫畫 一大早天一亮就出去寫聲 大年初一也不例外 我一個小弟在幹嘛呢 在跟人家學髮型設計 叫做hair design 那時候不叫理髮廳 叫髮廊 開始叫髮廊的年代 哎呀有一天放假 我們三個人陪爸爸吃飯 吃著吃著 我爸爸忽然間仰天長探 哎呀 我們家什麼都有 就把筷子放下來了 我這一聽爸爸叹了個大氣 穿大腿 說一句說 我們家什麼都有 什麼意思 我那兩個弟弟反應慢 還在扒著飯 我說停停停停停 動來動來動來 爸爸 你剛才說那句什麼意思 我爸爸說 在廣東的老家 最沒出息的三樣都在我家 哎呀 搞戲的 畫畫的 剃頭的 沒有一個好聽的 我們演電影 他叫搞戲的 人家寫聲 他叫畫畫 人家是 他叫剃頭 沒一個好聽的 後來我紅起來 九零年代 有一天從菜場買菜回來 氣得不得了 菜 啪丟在飯桌上 去幼處理 好 吃人夠夠 我說 老先生 誰欺負你 買菜的太過分了 我說為什麼過分 我替你找廣東 你也說我聽 哎唷 那賣菜 你賣菜 快點跟他們說 先生 你是不是鄧之鴻的爸爸 是啊 你怎麼知道 哎唷你長得很像他耶 喔 聽不下去聽不下去 他是我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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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來氣噗噗 氣好處理 爸爸 你就沒看電視嘛 我電視已經穿得抓不住了 人每天看電視 九點十九的尊貴就看我 你都沒看你不知道 對吧 這樣喔 後來他才知道 天啊 我外面有名號耶 他去參加同鄉會 人家說 哎呀 老黨啊 八道流啊 這個仔 烈仔來的 哎呀 講廣東話 你兒子了不起啊 什麼官都當啦 哎呀 總統也演 立委也當 部長也是他 每天演一個 他好厲害 不得了 這麼回事 我再講我的婚姻 也是上帝的帶領 他都講六十五歲結婚 我告訴你 我老婆是佛光山的 哎呀 那時候要他知道 你 男生跟女生 心裡面有沒有喜歡對方 其實很容易就知道 對吧 女生跟你講話 那個語氣 會改變 會柔軟 或者會怎麼樣 你去聽 單身的注意聽 聽女生給你的反應 她如果跟別人講話 是一個調調 跟你不一樣的時候 你要注意了 可能她會喜歡你的 然後你跟別的女生講話 是一個調調 你跟她講 調調不一樣 那你喜歡她 那我跟我老婆 我們互相真的 感覺到是會喜歡 但是糟糕了 我禮拜要去煮火 他禮拜去發火 這兩火就不一樣 這是要怎麼照做火 做不可以我 我禮拜要去祭亞蘇 他要去祭星雲 那就差種了 這要怎麼禮 對吧 然後就講到信仰 我們這是獨一無二的真神 哇 她就聽不下去 為什麼 你們就獨一無二 我們這個就 講不下去 就完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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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基督上帝 主啊 你開的頭 你要負責 你要負責 對啊 你要負責 對啊 你要負責 我是 欸 我爸爸媽媽都沒禮 我常常說 我爸爸贏好花 我爸爸贏好花 我爸爸不是王雄犬 我爸爸是贏好花 是看你們爸爸比較厲害 還是我爸爸比較厲害 來翻看看 來翻試看看 主啊 你開頭 這樣你要想賣 然後三年也沒有聯絡 也不互相那個 忽然間有一天 打電話給我 我一聽就是他的聲音嘛 哎呀 你過得怎麼樣啊 還好啦 托你的福 我告訴你一個事情 什麼時候有什麼指教 我信耶穌了 你信耶穌 對啊 我受洗了 受洗 哎呦 不要蒙我 我心裡的一個大問號 我在教會那麼久了 什麼會沒待過 什麼聚會沒看過 你告訴我你在哪個教會 哪裡受洗 你不要亂七八糟的 那都不算 他一講 哎呦 聽起來 這是那麼回事啊 後來我們就見面了 然後就發展得很快 我把他帶去見孫老岳 見孫叔叔 孫叔叔說 哎呦 我跟你講 你現在是傳福音的人 你不可以沒有名分啊 趕緊帶他去登記 我也沒結過婚 我哪知道什麼叫登記啊 我說 叔叔 會啦 會去登記 然後那個後 我們要行婚禮 不不不不不 趕緊先登記 後面行婚禮 無所謂的 先登記 在人家後悔之前 趕緊登記 你誰啊 人家不嫌你都不錯了 你嫌人家 趕緊登記 我就這樣就去登記了 那一年 三年前的五月份 我們去登記 双氏節十月十號 在大道城長老會行婚禮 所以我告訴你很奇怪 這就是上帝的恩典 我們今天在數算他的恩典 我們來生小 我五當禁禁 差不多六當禁禁 有一個長老會的弟兄 他叫廖偉城傳道 他結婚就是在大道城 我呢 去觀禮 我坐在大道城 教會說 叔啊 這禮拜怎麼這麼漂亮 那是一個古老的建築 對吧 那是古蹟 我當時我告訴你 我是隨便說 但是也不能說隨便說 就是脫口而出 主啊 如果有一天要結婚 我要在這裡行婚禮 我那時候跟大道城 一點關係沒有啊 後來大道城的 謝大衛牧師 找我去站他的主日講台 我就跟他們熟了嘛 後來我要結婚 我打電話給先牧師 欸 我要結婚了 喔 你要結婚喔 結婚喔 這樣禮拜回來就要用 說好啊 好啊 好啊 求求不得了 哇 我去哪裡行婚禮 上帝是不是我爸爸 絕對是的嘛 對不對 絕對是我爸爸 六十五歲才來結婚 我結婚時 很多人在肚子裡吹不怕 啊 疊破眼鏡啊 滿地找牙啊 嗨 我有一個好朋友叫余光 嗨 我都覺得你就一個人光感到底 怎麼你要結婚了 嚇死人 就是上帝的恩典 上帝的恩典 我結婚了 我爸爸要走的時候他還不放心 我長老去看他 我讓他們聊天 我在外頭 他出來跟我說 你爸爸不放心你 我說奇怪 我有什麼好不放心的 哎呦 應該不至於不放心我 不 你沒成家 沒娶婆就是沒長大人 這樣啊 我在我爸爸的床前 我跟他講 爸爸 我在跟他搖耳朵 癌末的病人 我在他的床前跟他說 爸爸 我會結婚 我不是獨身主義者 我只是運氣不好 你放心 我會結婚 他笑一笑 三天後就走了 2003年我爸爸走 2015年我結婚 中間又隔12年 我想起生命記那裡 我們人的一生 想我在演藝圈40年 40年 我從外面學了富裕回來 到了2007年我悶得不得了 2007年我赫然發現我不用報稅 各位 我不用報稅 因為什麼 都沒有收入也是報什麼稅 我那一整年沒有半毛錢的收入 沒有一通電話是叫我去工作的 沒有 那個時候正好是我遇見孫老月 碰到孫月 孫月叔叔 他就勸我 我告訴你 我告訴你 不要難過 上帝有上帝的意思 你總有一天會明白的 我明白什麼呀 我告訴你 我人生最後20年最快樂 我不拍戲 我人生後面做公益最快樂 你都唱高調 你金馬獎也拿了 對不對 男主角也當了 錢也不少 你現在說叫我們不要想開 我想不開 我到現在 小金人還掛在這 我還沒拿金像獎 康開始聽不下去 但是真的是這樣 你看貌伯 顏凱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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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他有一面之遠 1998年 玉龍在三義場 買給的就是請我去 不好意思 一分錢一萬 真的一分錢一萬 拿二十萬 那個少竹中心 那個Safiro的車 賣到好到不行 三十幾歲 哇 意氣風發 愁促滿志 結果呢 五十四歲結束 他有多少 四千億 弟兄姊妹們 四千億是什麼概念 四千億 輸我口袋四千塊 他不在了 我還在 對不對 四千億是怎樣 沒命 我有四千塊而已 我較嚴重的 總共這樣而已 對吧 所以林姓修贏在這 爸爸是耶穌花 最對贏的 不會輸 輸也是一時的 林姓豪也是一樣 你看他那幾場球 有多少人信耶穌 他現在好像不太得意 放心吧 主會與他同在 我到現在也是 哎呀我每天晚上跟我老婆一起祷告 放心吧 爸爸是耶穌華 不用發愁 我有時候也缺錢呢 我也缺錢 我跟你講一個事情 哎呀我有一天 也是人家主日 兩場要交給我 台北一個教會 主日兩場 我就去 出門的時候 我就對著天空 蔚 蔚蔚的天空 哎呀晴公萬里 然後我就講了 老闆啊 沒錢耶 我在那裡沒錢 老闆沒錢 老闆也好我 我沒錢 然後就去台北 兩場講完之後 我告訴你發生一個事兒 我帶著光碟片去 光碟片我賣台北都賣三百 台北人有錢 不要對他們太客氣 結果 一個姊妹跑來找我 弟兄啊 你的那個光碟片 沒有了耶賣完了 我說對不起 我帶的不多只有三十個 他說那不行啊 我說那你要多少嗎 我下回或者是怎麼樣 我寄給你 他問題是我要三百片 你要三百片 你要那麼多幹什麼 我受洗半年 他說他受洗半年 今天是我聽到最感動的一次 上帝在我耳邊告訴我 買弟兄的光碟片 買來傳福音 給親朋好友們看 要三百片 三百片乘三百是多少錢 九萬塊啊 我說你要那麼多啊 他說對啊 我說不要吧 九萬太多了 你給我七萬 我還是給你三百片 你給我七萬 不行不能打折扣 是上帝的感動 怎麼可以打折扣呢 沒關係 林書豪的號碼 七號 完全數七 可以了 那就給七 加上教會給我的 我告訴你 我告訴你 那天回家 身上揣得快九萬塊錢 有誰出去講到 一個上午拿九萬塊錢回家的 請問牧師你拿過最多拿多少 我爸爸有 有給我照顧嗎 我只出門說 老闆我沒錢 那時候我拿九萬塊回來家 很恐怖 兄弟有時候 他在陰差你會想不到 很多都想不到 人算就不如他算 人算不如天算 你知道嗎 我有時候去教會 去跟他們講到 一大早一去九點多 哇一看教會 才只有二三十個人 說你們最多強 這樣而已 我們就總圈這樣 二三十歲 唉唷 慘勒勒 我看得到這樣 也是好好好 別說看人家做七菜要好好 不應該好好說 說什麼 我去教會都沒在講錢 下禮要怎麼包 不用不用 兄弟的準備 感謝主 感謝主 回家的路上 那信封一打開 唉唷 萬五塊 很多嘛 二三十人的教會 萬五塊 他們是會拜託的 那方向要方向多久了 我拿了一萬五千塊 回到一人之家 我那時候在聚會 碰到孫悦的老婆 叫孫媽媽 我說孫媽媽你知道 我早上主日去站獎台 拿了多少錢 你拿多少錢 我說拿了一 他們給我一萬五 媽媽一聽 唉唷 他們太過分了 他們太過分了 他們破壞行情 他們怎麼可以這樣子 我們孫老月去才兩千 你怎麼可以拿這麼多 我說你別著急 晚上請你吃飯 當然要吃你的飯 你是財主 你不要叫我財主 財主不能進天國 我馬上告訴孫老月 晚上吃你的飯 你都想不到的 有一次我去一個教會 一個聚會 砰台下三千人 哇 不得了 這雖然不跟他們說錢 但是這台腳三千 土洞的嘛 社勒土洞的嘛 對吧 這怎麼可能太少 等於 在樓下打幾個 哇 1500 阿娘 沒夠多錢 哇 坐高鐵沒夠 哇 怎麼這樣 沒有關係 一切都在主的掌握之下 他會給你滿滿的恩典 這是一生一世的好處 對不對 128篇吧 大概在4篇 哎呀 凡敬為耶和華遵守他道的 都要蒙福 你吃你勞碌所得 是吧 你要蒙福 你的妻子在你的內室 像什麼 結石雷雷的葡萄樹 你的兒女圍繞在你的桌前 像青橄欖栽子 因為耶和華 吃你平安 你要看到你兒女的兒女 那後面那句話很重要 你要看到你兒女的兒女 兒女的兒女你要看到要有一個條件 是嗎 你要等會收 你如果早早像元凱胎這樣去報道 你看不到 應該再幾歲 三四歲而已 所以我們基督徒要長壽 在世長壽 孝順父母 然後好好的做主的功 孫悅跟我講 你趕快傳福音去 你給我傳福音去 我說叔叔啊 你沒人找我 我傳什麼福音啊 不過我幫你禱告 總有人找你 我每天晚上都在幫你禱告 你幫我禱告 那請你告訴我 你禱告的內容是什麼 我禱告一個內容 那講給我聽 主啊 智鴻一神本靈 別讓他找死 你要用他 一聽雞皮疙瘩就跳起來了 七八十歲老先生 幫你禱告 這樣禱法的 後來真的有人找我傳福音 我這些年下來 做了不少上帝的功 這都是我該做的 因為我是逃兵 我現在是還福音的債 因為我本來要當牧師 我要當傳道人 拐一個大腕以後 上帝用別的方式 讓你去傳福音 把平安的福音 當作預備走路的鞋 穿在腳上 所以上帝給我的 遠遠超過我所給他的 不成比例的 所以我希望我們在座的 你弟兄姊妹們 不管你年長也好 你年輕也好 就把你的生命 交在耶穌基督的手上 你會再世得福 長壽 你會看到你兒女的兒女 摩西走的時候一百二十歲 我們現在拐得好 人家的 都給我吃到百里 不能先走 可以嗎 可以嗎 我們拐得好 我也一樣 百里 最久百里 扣打百里 你看生命記那裡 耶和華怎麼樣 你們在曠野四十年 我是怎麼祝福你 即便你們不聽我 我怎麼祝福你 衣服沒有穿破 鞋子沒有穿壞 四十年在曠野 以色列人 衣服沒穿破 鞋子沒穿壞 我現在身體沒有壞 我做人的品格 沒有說多好 但是總在基督的保守裡面 上帝會祝福我們 願今天早上我所說的 每一句都能夠 成為主的祝福 願祂悦納我們今天早上的聚會 那接下來我應該要 唱一首歌好嗎 好可以可以 那就順便做一個見證 我今年的九月十三號 我不是開四十週年的一個演唱會嗎 他們說 鄧老師我們知道你很會模仿 你也會富裕 我不知道你會唱歌 我對不起我唱歌你還沒出聲 我告訴你 我從五月開始賣票 賣不動 票房都不動 都不會叮噹 一直到了 後來我們 我跟我老婆上阿里山去了 八月初我看了一下票房 賣兩百多張 一千兩百個位置我才賣兩百多張 那是很難看的 根本就乾脆把錢發還給人家 別折騰了 我們上阿里山去輕鬆一下吧 阿里山那個好朋友就跟我講 我告訴你 上帝有時候派天使天君來幫你 他不一定讓基督徒幫你 不一定是的 外幫他也找人幫你 這個是很厲害的 我跟你講我票賣不動 哪個朋友說 鄧老師 我自己有一個做生理的 算起業了 不然你去寄面一下 看他可以怎樣幫你贊助一下 很多人建議 去找什麼人 去找什麼人 我告訴他 去都回家 第二天就拍拍屁股了 就都沒有了 我說你這個朋友 他說他光每年繳稅就要繳上億了 光繳稅繳上億 那生意做很大 可是他說他要叫我 從阿里山下來 在嘉義跟他一塊吃飯 車程兩個半小時 我一聽腿都軟 吃完飯再上去又兩個半小時 我就跟他問我老婆說怎麼辦 這飯要吃嗎 吃到如今 吃就吃吧 我們就 好吧那就吃 一去 那個人看起來還蠻有sense 你都唱什麼歌 我都唱老歌 我說也有一些創作的東西 我沒有寫一些歌 你創作的歌可以給我聽聽看嗎 我們創作的歌 我說那條歌叫阿母的青春 台語的 台語的好啊 請我聽看看 唱給他聽 這是說媽媽 說媽媽 阿母的青春 奬阿母的青春 就唱歌 阿母妳哪有 不敢為自己來趴走 他女兒嘛 也不敢有憂 之上 還不敢為自己來趴走 追溯的時間比一頭要更長 人生的腳步也就稍微睡 心想來等候天秘的彩粉 適用是你的縁之嘴粉 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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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母啊你說人老路 別再稍微睡覺的青春 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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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母啊你說人老路 就要越晚越靈魂 就要越晚 就要越晚 越晚越靈魂 阿母的青春 哇 一個唱歌而已 鄧老師 你最貴的票多少 1500 50張 欠50張耶 然後還有嗎 還有啊 等我唱完第二首 再50張 打了100張 哇 那他把剩下的1500全買了 回家的路上 我老婆說 老公 上帝出手啦 我說是 但是不要高興太早 他搞不好一覺醒來反悔 錢還沒進我們的帳 不算數 你看我們這些小信的人 信心都不夠 還在打問號 第二天下午 我在阿里山喝下午茶 啪 製作人打了一個line 但老師 有人刷卡 刷掉100張 真買了 我就回他一個line 上帝出手啦 他那個沒信耶穌的 竟然回我說 感謝上帝 就是這樣 就是這樣 他買掉100張 我還有很多張不是嗎 很奇怪耶 買掉100張之後 早上起來第一件事 手機打開 哎呦 老公 賣掉50張耶 哎 不錯今天又有20張 哎 不錯今天 到最後 他快刻滿了耶 他快刻滿了 我說嘛 我們從 要開演唱會的頭一天 就跟上帝老公說 觀眾不知道在哪裡 主啊 你開著頭 請你負責任 你給我們一個好的 我們不管怎麼樣 看到你奇妙的大作為 上帝有沒有做工 有嘛 憑我們 哎呀 誰來買票嘛 對不對 可是那天晚上 劉芬達有去嗎 好不好聽 很好聽 我們努力 很努力 對不對 我們在台上沒有瞎混 我們很努力 然後 這個這個 總是上帝的帶領 那現在就來演富裕 好嗎 哈囉 看免費的都沒有人鼓插 來 我要那個 Stand 我要Stand 無人鼓插 顏色 小第二 尷尬的 同學 以前在學校都很厚 很要唱歌 很要背聖經 後來再去學拍過 我剛才說 他坐去 這樣好 Testing 1,2,3,4 Testing, testing 給我一杯水 我要來吃一搭 我去吃一搭 喝水不用 我喝就是你喝了 有的五個茶這麼多 親愛好親友 大家好 五人去參加 他們在想說奇怪 你怎么也要说话 对啊 我现在看着台下不得了了 怎么样 每个人都是恶狠狠地看着你 他们看我是有原因的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要看就是 你说话的时候 我找有叮咚吗 这样哦 这有生意 我能用肚子说话 现在我说话 我声音给我自己 你张口的时候 我把声音给你 有没有 哎呦 海罗 怎样 我告诉你 你们这么久了 今儿才知道 知道怎样 我的什么都是你给我的 对啊 难过你 万不你怎样 你哪有三两两 就五人听我说话 好啊 你哪人开嘴就不好 我说话属性啊 严凯带就骄语 好啊 不要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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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各位说你什么名字 Ladies and gentlemen 我叫Austin 拉英语的 对啊 要拉英语啊 英语拉雷 一天介绍的都大咕嚕的 你都知道 我刚才生了来 我都有多疼 我又有多久了 演技 Austin 国技 小伙子 台语呢 年少年的 年少年的 今年几岁 刚才好十七岁 十七岁 小伙子 小伙子 寂寞的十七岁 和江西国对象 这样喔 不要中期 我六十五十几分 你可怜啦 不想那個可憐 鄉丙柯狗 鄉丙柯那我們娶� silvermore, powerless,沒關係,很多也 這是九個月你 Count我 阿公阿嬤 over care, behave okay 這樣沒有很多,後來別人跟我們挺 不要緊 我也不遺憾 想著說 各位有所謂的 想著說 我都做過錢 這你也好說 我跟你當時這麼久 做幾個請到 我不想領到錢 當然的 比較好 不是啦 你的錢對不對 我是放在倫航 阿拜你如果大人要託主任 來這套 我已經查過了 為什麼 我還要靠著 好啦好啦好啦 今天如果有誰在勝利的 高飛 又多多錢 跟一分請一分 好啊 好 你知道 你又去做國師 想著說 國師躺過這 你別這樣說 國師現在坐在台下 國師哪一個 我一看就知道 哪一個 我就去用那個啊 你想怎麼知道那個沒輸 可能啦 躺過這 是怎麼躺過這 生意路比較清就去輸了 真沒力 公聲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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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唱歌 好好好唱 要唱什麼 你說啊 這樣啊 我來講一句 Michael Rose Bowdashow Hallelujah Michael Rose Bowdashow Hallelujah Milken Honey Esan out of sight Oh hallelujah Milken Honey Esan out of sight Oh hallelujah Oh hallelujah Hallelujah 好 要唱 要唱 怎樣啦 唱好好 我都沒有歌手 我更唱就Hallelujah 我的哈斯佑 Hallelujah是最重要的 一句我讓你唱 Oh you're so close You're so close When I were just little boy I asked my other Hallelujah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今天很高兴 跟大家在彰化的永福教会 往后还有很多的时间 希望我们有机会再来 后来又来喔 对啊 你把他来就好了 七早八早 叉叉起来 搞到最无聊的地方 要百点点 你小心我回去 把你批了就当财烧了 如果我告诉你 你要让我抓狂的话 不可能啊 想到不可能 你都批我吃青的啊 看他去走去走 不可能啊 我是你的摇权树啊 哇 你看 这比小孩更吃辣 让你告诉我 你们小孩是生安走 哦 那花财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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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不要不要 对啊 我有生意很好 我又又吃过 你 我又要去那里 对啊 我带你上海来 真好意思 是什么 那上海跟真好 不要把我撞红过 上海就撞红了 大家还要挖道 怎么挖道 六天我冷气啊 六天我烧水啊 你老师的 哇 好了 就这样吧 祝大家新年快乐 2019年身体健康 有主同在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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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帝师傅 今天的所在大行 谢谢 我这么小来啊 那呀 我这么小来啊 那呀